3月28号15时06分 武汉恢复各火车站到达业务后的 首列外省中道武汉列车抵达 从广州南到武汉的G1112次列车 缓缓停靠在武汉站一号站台 258名乘客依次走出车厢回到熟悉的城市 很高兴很高兴 因为在外面差不多是连三个多月了 很高兴很高兴 反正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很早就想回来 但是都回不来 你知道吧 武汉市民苏小姐告诉记者 三个月前带着女儿去海南过冬 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直回不了武汉 只能通过手机视频与家人联系 现在疫情好转 终于可以回家了 内心无比兴奋和激动 年前在武汉一家公司实习的 蒋小姐告诉记者 她是湖南长沙人 由于疫情的原因 春节回家后一直待在家中 为了及时赶回武汉返港 在3月27号 得知反汉购票的相关信息后 蒋小姐立刻购买了车票 据悉 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时候 离厄离汉通道管控将逐步解除 武汉市从3月28号起 正式恢复境内17个火车站的到达业务 这是武汉从暗住暂停 到重启恢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更是推动返乡反港 复工复产 恢复城市功能的一个具体行动